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整个就一个大句子 我们来看屏幕 它说 这个首先它说 当然这里面还是并列句了 and 连接两个并列句 前面有分号来不得隔开 第一个并列句里说 它的主语是 这个我们之间的竞争 它里面有个however 插入语是然而来 然而我们之间的竞争 后面这个person against person community against business 当然后制定义来 修饰这个competition 就人与人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 依然存在 perseed表示 讨厌的是继续下去 咱们不希望有竞争 然而继续存在 and 引出并列句 怎么样呢 it was as fair as it ever was 并且这个竞争 像以前历史上一样的激烈 只不过以前是人 跟熊在竞争 现在人和人之间竞争 还是这么激烈 as it ever was 在这儿 当然是一个 比较壮与充具 在里边 这个it指的就是 前面这个competition 这个竞争 好 这里面有些 小的细节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看一下 这个persist 这个在本文中 叫持续下去 而且一般多指 不愉快的事 他表示 if something bad persists it continues to exist or happen 如果一个坏事 persist 他表示 这个坏事 持续地存在 或发生 这个注意感情色彩 咱们别用错 比如说 看例子 if the pain persists consult the doctor 如果这个疼痛 持续下去 那么要咨询医生 向医生来请教 consult 向我们请教 persist 持续下去 疼痛继续 谁希望疼呢 再比如说 the belief that the earth was flat persisted for many centuries 这种观念 什么观念呢 地球是平的 这个观念 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好几百年 这是错误观念吗 对吧 所以坏事 一直继续存在 或继续再发生 叫persist 本文中也是竞争 咱们不希望有 就要持续下去 注意咱们使用的时候 就放心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叫某人执意 要做模式 表示 continue doing something in a determined but often unreasonable way 就是继续做模式 用一种非常坚定的 但通常是 不讲道理的这个方式 来做模式 就是我们不希望他做了 但他钻四零 他非要做这事 而且一般是 强调不讲道理的 非要做模式 非常坚定 非常坚决 执意做模式 这个常见搭配 都用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我们加 即是in 再加 这个动词的 名词形式 动名词 咱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f he persist in asking awkward questions then send them to the pod to the boss 如果他执意 再问这些 令人尴尬的问题 那么干脆 把他直接送到老板那去 让老板教训他 他跟总呢 再问同事一些 很尴尬的问题 如果执意这么做 咱们讨厌 不想让他做 他非要这么做不可 常天问 我一上班 同事问 你有性病没有啊 没有啊 胡说八道吗 第二年 你是真的没有吗 你有性病 讨厌吗 我们看这个 第三册 第四十九课 理想的仆人 咱们也见过这大匪 三册的第四十九课 做复习 she was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this house for even though it was far too big for her knees she persisted in living there long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这个就是指我的姑妈了 这个人 他呢跟这个大房子 感情上很依恋 叫be sentimentally attached to 咱们讲过这大配 为什么呢 因为尽管呢 这个房子对他的需要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姑老婆 这么住这么大一房子 他执意要住在那 在他老公死了之后 很久都执意住那 你说你一个老婆子 住这么大房子干嘛呢 他不讲道理 他就愿意这么做 执意这么做 persist in doing something 记住 两个意思 第一个 就坏事持续 第二 让某人执意做某事 persist in doing 这搭配记住就好了 好 再看剧目 and it is as fierce as it ever was 像往常一样激烈 这个fierce 表示竞争等等 激烈的 当然也可以表示老虎凶猛的 fierce tiger 猛虎 那在这呢 是evolving a lot of force or energy 就包含进来大量的无力 或者是能量的 叫激烈的 激烈的 尤其是竞争等等 很激烈的 看下例子 we face fierce competition from overseas competitors 我们面对着海外竞争对手的激烈的竞争 面对着这激烈的竞争 叫fears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ere was a fierce opposition of the proposal 关于这个建议 怎么呢 这个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 激烈的 叫fears 可以用它 那本文中是说呢 我们人和人之间 团体和团体 community 就某一个 有共同的信仰 或共同的宗教 或共同种族的一个人群 团体和团体的竞争 像历史上一样激烈 只不过竞争的对象变了 但竞争的激烈程度 是完全一样的 好 第二段 我们就看在这